整体事件发生 犯案手法宛如26年前震惊全台的刘邦游写案 除了创办人赖敏南重伤送医 其余四个人当场不幸死亡 全案发生在上任才两个星期的警政署长黄明昭 也带着刑事局副局长亲自前往南投坐镇指挥 将全力追砌枪手到岸 南投草团的康健生计公司发生重大枪击命案 当地警方进进出出现场拉起封锁县借户 员警勘查搜证 见识人员也到生计公司内部搜证 员工透露歹徒疑似带着长短两把枪械 发生手法极其残酷 显然是专业级的枪手 刚上任没多久的警政署长黄明昭 在刑事局副局长陪同下南下赶往现场 这歹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胆大万文 这样是没有人性的一个开枪杀人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恶 警方一定会把他绳之以法 歹徒骑车身影被监事器拍下 桥装相当完整 而这起枪击案也让外界联想到 1996年的刘邦游喜案 凶手也是朝头部近距离行刑时开枪 而凶手至今已经26年了 人未落网 从他的这个受害者的这个 大概都头部的受伤 那这个要再一步了解 到底他的作案的一个手法 我们再理解 我现在只是我们检察局 以最快的速度 赶快要侦破 相信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把这个凶手 省出以往 我们节目宽带 内政部长徐国勇 脸书上说 第一时间立刻指示 警政署务必权力调查 将歹徒欺难归案 上任之后 第一起的重大枪击案 黄明昭不敢大意亲自作证 记者在路前南投报导